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顺着就出来了 但光是如此还不足以让野株林成为人人闻风丧胆的恐怖禁区 有一天天气晴好 微风拂面 几个外地来的探险爱好者走进了野株林 刚走一会儿 一道铁丝网就拦住了他们的巨骨 而在铁丝网的旁边树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两个大字回头 光是看到这两个字就够让人毛骨悚然 更可怕的还在后头 突然下次一场怪雨接着所有人就迷失了方向 按照探险队队长的推测 跟着指南针原路返回不出三个小时 也就是天黑之前就可以走出这片野株林 可是他们走着走着 走着又走着 走了两个多小时 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之前避雨的那个山东 还得在这个地方换一件事 众人做了事咱还得搞这个地方 一般一下 替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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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曬神 关键我们当地有个习俗 天赛以前必须要基本上曬神 保佑我们这次义务硕硕硕硕的完成 当地人流传着 若是没有是先知会山神 随意闯进这里 可是会遭到审法 主要是防止山上的动物下来 再一个来作用我们的养的圣树 树 牛什么的等等这些 到这个位置 就不能进了 这个也知道我们爷爷也不往里进了 那就是猪牛羊羊跑进去 你们都不追 我们就不敢追了 到这是个婊子 再往里头正式地进入这个危险去了 我们是可丢了动物鞋 也不能丢了爷 没有想到就连带着向导的 电视台探险队进到野株林里头 也躲不过迷路的命运 根本他们还能够通过路边的地形和树木来区别方向 可是走着走着 就发现眼前的景物越来越眼熟 这里似乎经过过 再看树木 前后左右的树木也惊人的相似 找不到明显的参照物 这个时候记者想用指南针来验证方向 没想到指南针也跟传闻一样 吃灵了 指针是摇摆不定 最后世界最神秘的地方 罗布泊绝对榜上有名 罗布泊是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地方 它被称为魔鬼三角洲 死亡之海 这里发生过很多神秘的事情 在北大西洋有个百慕达三角洲 无论是飞机船只还有人都是有去无回 罗布泊就像是陆地上的魔鬼三角洲 有无数的人在这个地方失去踪影 最早在1949年 一架从重庆起飞的班机 在飞行途中失去联络 出动了一大批人马全力搜索 却怎么样都找不住 当时有一架飞机从重庆飞往乌鲁木齐 但是在飞到善善线上空的时候 突然失踪 你注意善善线的位置 在乌鲁木齐的东南方向 当时飞机应该是往西北飞 一晃九年时间过去了 正当大家都已经快忘记这起案件 却传来消息找到了 这架飞机出现在罗布泊东部 上头所有人都死了 化成白骨 他们到底碰上了什么 至今仍是个谜 好多的人都说 罗布泊被诅咒了 从原本的生气勃勃 成了现在荒凉的模样 关于这里 还有挥之不去的阴影 怪事就发生在十年动乱之前 传闻 有人在罗布泊发现了古遗址 大批的青年 前去碰的运气 结果却是死的死 疯的疯 验尸发现 他们的位残留了某种不知名的植物 传说在文化大革命前 有考古团在罗布泊发现了一座古城 里面藏着西方 被称为死亡之海 但是它挡不住 我们地质工作者的脚步 这一次我们进罗布泊 还是为了能够找到假言 美国前国务卿 艾奇逊曾经说过 中国人口众多 如果中国人自己不能养活自己 那必定会给全球带来灾难 这支调查团里 最有名的就是队长彭加木 他有着多年的调查经验 可以说是个乔楚吉的人物 没想到踏进罗布泊 或许是他这一生最后悔的决定 按计划 我们以营地为中心 向东 南 西 北 每个方向各挖五个探坑 随住这个调查团越深入罗布泊 开始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天气极端一变 各种没看过的奇怪生物 这都还不稀奇 他们在中心点 找到了一座巨大的古代遗迹 不像是人类打造出来的文明 调查团继续深入 发现了很多不知道用途的装置 最后当这支谱队归来的时候 原本的大队人马只剩下仅剩几个人 连队长彭加木都失踪了 他们在罗布泊尽力地遭遇 被列为国家机密永远封存 虽然彭加木的考察队出现了严重事故 但是也有了重大发现 他们找到了一个基本保持完整的工程设施 设施里有大量设备 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双鱼玉佩 就有电视台组织探险队进入迷魂道 但就连惊艳老道的登山客 还是逃不过受困的命运 至今日还是有不少人想要解开死亡之海 罗布泊还有迷魂当这些神秘境地的真相 究竟是超自然力量在操控 或者只是大自然的巧合 这些也只能留给时间慢慢来解答 许多人还是选择宁可信其有 请大家自行判断 无法用科学解释的印度庙宇 凯拉萨神庙 整座神地有五层楼高 有半个足球场这么大 如此庞大的庙宇 竟然坐落在一处巨大天人的石窟上头 神奇的是 这座庙宇是从屋顶往下进行克凿 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没有加入其他建材 就在花岗岩和玄武岩上直接徒手药科 1200年前的古印度人 哪来如此精密的建筑技术呢 更令人听见的是 根据庙宇的大小计算 凿出来的废石多达40万吨 但周围却没有任何堆积的痕迹 少万吨的石头怎么会神秘消失 进到卡拉萨神庙当中 每一宗微小的人像雕刻都相当精细 也是直接在岩壁上凿刻而成 从屋顶到内部细致雕像 再到庙宇中每一根两柱 一气呵成 过程中根本不能有任何的食物 只要有一点疏忽 整座庙宇就会坍塌 就算以现代科技来看 都不见得能够办得到 一千多年前的古印度人 又是如何办到的呢 更神奇的是 相传在庙宇的底下 还有一个神秘洞穴 这个洞穴被印度政府封闭 不让外人进入 表面上说是要保护民众的安全 但据传 洞底底下就是通往地底城市的路口 这会是印度政府想要隐瞒的真相吗 但您揭开卡拉萨神庙之谜 坚硬的山壁中 锋利地切割出一个长方形凹槽 壮观的天然洞穴里 还助力着一座雕刻细致的神庙 1500年前的凯拉萨神庙 是一座无法用科学解释的 生壁石雕建筑 千年以前的古印度人 怎么会有这么高超的测量技术 和精湛的雕刻 能力至今为止 这座神庙的建造过程 始终是考古学家们困惑的巨大谜团 三层楼高神庙外观高度是雅典怕的嫩神殿的两倍 1500年前没有其中设备的古印度人 到底要如何办到 更难解释的是 考古学家发现 这座神庙并不是从地基网上搭建 而是从顶部开始往下凿磕 当时的人又为何 要可以选择一种最困难的盖庙方式 更加困惑的是 卡拉萨神庙的建筑材料 事实之中就只有山壁上的岩石 换句话说 古人就是徒手拿着原石工具一勺一勺 从山壁上直接刻出一整座庙宇 难度之高足以想象 从最高层的屋顶接着往下刻出门窗 再刻出神殿内的每一尊十项人像 如此壮观的神庙 让人怀疑真的是古印度人用锤子盒 早自雕刻而成吗 神庙整体建筑相当复杂 千年古文明竟然早就运用水利系统 这也表示1500年前的古印度文明 是乎比利时记载的还要厉害 当时的人们只花18年就习手刻好复杂神庙 光是这一点也让考古学们不敢自信 另外一个无法解写的现象是 根据神庙大小计算从山壁凿出来的碎石至少有四十万吨 但在神庙周围 却完全看不见上万吨的碎石堆积痕迹 而这些碎石怎么会神秘消失 消失的岩石加上短时间内完成的复杂神庙 许多迹象都让人怀疑这座卡拉萨神庙有可能是 某种高等生物建造因为考古学家发现 在寺庙内有一个神奇的回升设计 可以瞬间让神庙 化身成一座国家音乐厅 考古学家也发现一个秘密 神殿里一体成型着刻出来的柱子 拱形房间焊接天花板的弯曲 程度全部都是经过精密计算 某些频率的声音和声波 就可以在神殿内出现回升效果 而这些奇特的建筑工法 放在现代也看不见能够做得出来 考古学家分析 这座卡拉萨神庙在一千多年前 绝对不只是一个祭祀场地 专家推测只有可能是一个治疗场所 神庙中神秘的地方还不止如此 在岩壁周围都有着大小不一的奇怪把手 更奇特的是 除了把手之外 还不满许多深不见底的孔洞 这些孔洞异常光滑 代用途是什么 考古学家们也给不出答案 同样给不出答案的 还有屋顶上的这一个神秘记号 另外 祖堂的马哈曼特帕屋 盖上四个猫的图片 每一张招牌 形成了一个很高兴趣的设计 这一种特别的设计 从一个宇宙的观点 似乎从一个宇宙的观点 似乎从一个X形成的形象 发生了论语练为其的宇宙的宇宙的目标 印度的历史学家们 想要揭开神庙的神秘面纱 于是开始研究印度废陀经典 这是一本用印度古老语言编撰而成的书籍 古书中也真的描述了一段关于古人探神 试用飞行器的片段 难道神秘的X符号真的是降落标记吗 古书中详细地描述了神搭乘的交通工具 要么外观像一个下宽上载的钟形 炎耀罗涵驾驶在印度 文献中都显得相当详细 而这种飞行器的模样 也被模仿成印度许多寺庙的外观 假如古印度文明真的有从天而降的飞行器 加上来自另外一个高度文明的帮助 或许也能够解释 为何古印度人能够从高空开始建造神庙 在拉萨神殿的地底下比地面上更加神秘 据说有几个被封起来的洞穴 就是通往地底城市的奇异路口 这就是一位洞穴在海拉萨神殿的地底城市 你可以看到地区被封起来的洞穴 但如果你看到这个洞穴 你可以看到这个洞穴在横向下 地区被封起来的洞穴 会随着海拉萨神殿的地底城市 被封闭的洞穴 让这个地下沉浮的传言 变得更加神秘 从洞口就能看到 切个完整的洞穴 一个90度的转弯之后就深不见底 根据神殿的守卫透露 这隧道深达40多英尺 但因为隧道太狭窄始终没人进去 在印度同样难以解释的石雕建筑 还有这座120年前的月亮地下水景 从高空俯瞰就像一座颠倒放置的金字塔 神奇的是每个阶梯井南有序 排列的相当整齐 透过光影变化阶梯会形成一种几何图形 放眼望去产生一种炫目效果 更神奇的是据当地人传说 整个月亮水景是在一夜之间建造完成 根据考古资料显示 因为印度旱季又长又热 经常出现缺水危机西元十世纪印度的沙特 国王下令建造一座最大水景 120年前的水景建造的如此辉煌 彭扶于座地下迷宫 古人竟然早就发现 透过到金字塔的建筑方式能够降低酷热气温 阶梯的结构是古印度人最强发明 当水位下降时 人们就可以走下阶梯获取地下水 不仅展现古人智慧 同时也展现了古人石匠的高超工艺 在月亮水景周围也有许多雕刻人像 但上头的人像有了身体往后扭曲 有的抬头望向天空 像是在远古时期进行某种仪式 从凯拉萨神庙的金字雕刻 再到月亮水景的高企工艺 再都让人怀疑1200年前的人类 在没有科技辅助之下 是如何达到如此工程学上的奇迹 或许人们要开始相信 早在远古时代 曾经有过高等智慧生物存在 以前的人说 所以古为尽可以知心体 一直以来 学者都想解开 各国古文明隐藏的秘密 如何发展 如何衰落 更重要的是 有没有留下给未来世界的警告 考古学家在两年前 在苏丹发现了一块古埃及的巨石碑 上面有着象形文字 最近终于是破解成功了 上面竟然有着摩羯地这个名字 而某些地生活在距离现在大约是5000多年前 传说它拥有法力 甚至可以操控死灵 这是真的吗 另外还要前进 号称是最神秘的古文明埋雅 城市和居民一夜之间消失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好几次被好莱坞搬上带荧幕的魔 蝎大帝 根据电影情节设定 他是5000年前埃及的部落领袖 不过他并非虚构的人物 两年前有研究人员在苏丹 过去曾经属于古埃及文明的一个河床 考古遗迹当中挖掘出了一块大石头 上面刻着许多神秘的象形文字 如今德国一间大学了 考古团队宣布成功破解当中的圆圈显示出 这是一个地名的标志 而圆圈下方则为一只蝎子 大意就是摩蝎的荷鲁斯的领地 而推测这应该是世界上 现存最古老的地平标志 大约是在公元前三千多年 被称为摩蝎大帝的领袖 英勇神武地统合了各部落 是世界历史上 第一个领土国家出现阶段的重要人物 他也是古埃及法老王的创始人之一 也有传说 认为某些大帝用了不可思议的力量 甚至能够唤醒王者来替他作战 但也有可能 只是神话人物后丢下的去谈 由于时代实在太过久远 依照现有的考古挖掘 只能慢慢拼凑相关的故事 现在据实的谜团被专家给破解 淡然有许多未解之谜 等待考古学家继续探索研究 再转到中美洲 研究团队前进水下 这是墨西哥东部的尤加敦半岛 地下水域 这里有一条长347公里的地下水道 有两个洞穴相连 对古代居住在这里的玛雅兰来说 正是象征生死循环的地方 古挖雅人认为 地下水道串接神秘的冥界 因此建造了非常多 与地下暗海连接的进水口 挖雅人相信 这些水道 就是亡灵通往阴间的必经之路 事实上玛雅人 一直被称为一次地球上最神秘的种族 突然崛起 又突然间消失 考古学家也发现 在西元909年 玛雅人突然停止大规模工程 避开北渥的土地 准向深山迁移 为什么要抛弃文明 是出于自愿 还是另有隐情 学生认为 在它的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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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这么大 像20万亿 但后来的崩子 到95%的玛雅 都不决定了 我们仍然不知道 为什么 他们离了自己的城市 因为一突然 他们失敗了 而这不是战争 因为你不找到战争 没有战争 没有战争 他们离了 我们不知为什么 和哪里有去 这会导致 有公路表示 当时各个城市之间 交通和贸易都有交流 有堡垒代表 防御武力有一定的程度 玛雅人在千年前 却打造出了 彭扶现代世界的各种设施 难怪会有研究人员推测 玛雅人并不是靠自己 而是有外星势力从旁协助 才能有这般辉煌成就 土快碎石都诉说着失落的历史 但并非所有古文明都已经消失殆尽 印尼松八岛 彭扶是被上帝小心翼翼藏着的宝藏 栓林环抱 田野交织 这块原始纯净的土地 至今仍然流传着一种神秘的仪式 这一天各部落人通通聚集在大草原 成年男子骑着马 手持长矛 彭扶准备开战 号令一响 勇士们全速兵士 举起长矛 互相投资施杀 前一秒还在分离丢 但下一秒 可能就会被对手的毛给贯穿脑门 这是松八岛 每年二到三月都会举行的帕索拉比赛 目的就是力求剑穴 极有染红大地 既是神灵 我们松八人生性 松八岛人自古世 穴为圣物 在葬礼上面会杀狗或住河水牛等动物 取血来饮用 这是不可或缺的仪式 其中呢 又以人血献祭坠毁神圣 松八岛有十二种不同的语言相互隔绝的士族和文化 但所有不足 都相信只有有人血才能滋养大地 绝月众神以暴装风收音 持在帕索拉比赛当中 豁出性命也在所不惜长毛乱飞 不长眼睛通常比赛会持续 直到多数人重伤到无法战斗才会停止 他们也相信 如果死在帕索拉战场上 灵魂将永远与祖先相伴 现代人根本无法想象的特殊仪式 仍存在于世界的鼻孔 第二次 则是日本人修建道路 划伤了龟的脖子 最致命的救赎第三次 据说当地人为了纪念参谋种者贵永青 因此盖了一座永青塔 而这座塔像是一只九寸钉 钉进了乌龟的头部 当地民众亲眼目睹 莲池潭的潭水连黄了三年 这真的是龟金明明的证据吗 民间更流传的蒋介石是龟金的转世 永青塔真的是他的克星吗 绿让人让人心旷神怡 这里是高雄左营的莲池潭判 在一片三明水秀的背后 藏着一个让人惊惊动魄的传奇故事 永青塔的永青二字 纪念的就是一顾参谋总长贵永青 他在1954年不幸身亡 贵永青呢 他在1954年7月1日升职做参谋总长 而在参谋总长就职的52天之后 因立即从功 静置不起 从现代的角度来看 应该就是过劳死 但也有一个说法 说他是自杀 更有阴谋论者说他是因为在斗争中被斗掉了 享年只有54岁 战乱时期斗争之说特别多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 1949年国民政府就渡海来台 贵永青跟蒋介石之间肯定有革命情感 怎么才短短几年 就传出这样的薄荷传闻呢 这个故事 德仙从两个人的交情开始说起 贵永青是黄埔军校的第一起学生 1935年也就是他三四岁那年 却当上了中将 已兼任首都警备副司令 不但是年少得志 而且可以想见跟蒋介石关系之亲密 这次委员长决议参加中外记者招待会 就所以了表明政府抗战之决心 揭露日寇侵略之凶残 体力之重大 我就不必多说了 我们教导总队的任务 就是保护委员长从官邸到会场安全 美下行事危机 情况复杂 所以大家要全力以赴 但是这样的紧密关系 却在1937年南峰会战后产生裂痕过 当时贵永卿奉蒋介石的命令 率领第27军 没想到不但无法有效对抗日军 甚至在日军进攻南峰城 仅仅两三个小时后 就招架不住权限溃败 27军和第8军不都是中央军吗 他们是吃干饭的吗 我也就不瞒你了 连伪作都说 南峰会战 乃战史上一千古小兵 十五万中央军 达住两万日军 虽然说胜伴乃兵家常事 但蒋介石难免心存芥蒂 只是战争期间是用人之计 加上贵永卿算是忠心耿耿 蒋介石只能既往不救 而贵永卿一路战战兢兢 直到1948年 他被高僧称为海军总司令 最近以来 苦了你们海军将士哦 海军将士 以苦为乐 以苦为荣 好 很好 国共内战时 国民党海军手上 会有当时算是军力强大的 重庆号舰队 被老蒋视为打败共产党的主力军 没想到舰长竟然被策畔 投向共军 等于预及与国民政府致命的异机 在1949年的时候 贵永卿担任海军总司令 在1月时 他调动了130艘的舰艇 在江英江面上 跟共军去做对决 没想到主力舰 重庆号居然宣布起 直接奔向共军 蒋介石当时气得浑身发抖 大骂贵永卿无能 没想到这件事情 竟然还没有结束 在同年的4月 第二舰队司令 率着25艘的舰艇 又宣布起义 同时 在正江方面 也有27艘军舰 向解放军去做投诚 对此 海军一连串的投诚跟起义 蒋介石当时就大骂贵永卿 是败家子 是存财 这也是让两个人感情破裂的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据了解郭永卿抵达台湾后 在海军体系 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桂系王国 独立于国防部之外 甚至有截流军匪的传言 这让蒋介石无法忍受 找机会拔掉他海军总司令的职务 直到1954年才重新启用他 没想到不到两个月 桂永卿旧时代任内 还传出他是被毒针刺死的 那一座永卿堂 哪有讨厌说 和这些由蒋介石处理掉的 这就是为什么会去这匹呢 就是那个桂永卿的结伴兄弟 是我们各乡参与会议党叫林仁和 林仁和一提议 起一支塔来纪念桂永卿 所以说要和做永卿塔 一座永卿塔 埋藏了多少国民党内的人士斗争议员 民间传言 蒋介石是归金转世 因而由保塔克归金的民俗说法地方的反弹 让政府在民国85年拆掉了永卿塔 蒋介两人的恩怨 也随着相继作股留下不可思议的归山传闻 最终的是一个传说 是真是假有大家去判断 你可能在不少科幻电影里面看过黑洞 这些是黑洞 车 你听过黑洞的声音吗 有没有想到什么 黑洞的声音吗 那么NASA has you covered 美国国家太空总署大扫 就在最近公布了一段 被称为黑洞的音讯 引发讨论 So joining us now to make sense of what we just heard It's like my stomach rumbling Zixi听就像是一只眼说在地后 又或是古老幽魂所发出的嚎叫 但有人好奇 照理来说 外太空是真空状态 没有传播声音的介质 那么 这段黑洞的声音 是怎么录下来的呢 Well it means that black holes are no longer science fiction That we can actually see these things in outer space Measure them If you want to quote See a black hole tonight Go outside Look in the direction of Sagittarius That's the center of the galaxy In Sagittarius There is a black hole NASA解释因为 所以应先做新戏团 拥有非常大量的气 On one of the strangest things in existence They don't seem to make any sense at all Where do they come from And what happens if you fall into one 大部分的人都听过黑洞 但只知道它能靠着强大引力 吸入并吞噬所有的事物 而这个神秘又危险的东西 也成为了科幻影剧作品中的常客 This is Frank Sullivan Hello Would you say your name was Frank Frank Sullivan This is some kind of joke 2000年上映的黑洞频率 讲述男子找到了父亲生前使用的无线电 居然联络上了30年前还活着的父亲 跨越时间空间连接其感人的父子情 I love you son I love you too 而类似打破时空界限的还有韩剧讯号 一只就对讲机迁起两个不同的时代 其实不难发现 黑洞常常和穿越时空连接在一起 这是为什么呢 想要了解 就必须探讨黑洞是怎么来的 黑洞顾名思义是黑色的 为什么是黑色 因为没有光可以从这里跑出来 而光是目前人类已知最快的移动速度 在真空状态下 每秒可以跑将近30万公里 而黑洞中的重力 大到连光都跑不掉 自古以来 神秘的事物总是让人向往 大从天文学家在20世纪 第一次观测到黑洞 就想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 我们之所以可以稳稳地站在土地上 是因为这颗星球有着重力存在 质量越大 散发出来的重力也越强 而当质量过大的星球 迈向死亡的时候 巨大的重力场 会产生一股向内的压力 进而形成黑洞 而这个过程也被称为重力塌缩 最后的黑洞都形成了 很大的明星人死亡 最需要知道现在 是在最终的明星的明星 在最终的明星的明星 在最终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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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终的明星 在最终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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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为什么黑洞 会跟时光旅行扯在一起 是一位著名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 曾经提出重力时间膨胀理论 科学正视了重力越大 时间流速越慢 那么在拥有超强重力的黑洞中 时间流速会变得非常缓慢 甚至无限趋近于零 相当于时间静止的 这些有些重力的影响 所以理论上如果可以进入黑洞再出来 感觉上只过了一天 其实外面已经一万年了 能够实现真正的时光旅行 Gravity also alters the passage of time itself The stronger the gravity, the slower time passes While you watch the universe above you speed up Those far away will watch you in slow motion If you chose to fly away from the black hole You might find that eons have passed for the rest of the universe A freakish one-way time travel trip to the future Where your loved ones are long dead 但想透过黑洞达成时光旅行 有个大前提就是进去 要能够出来 那么人进入黑洞怎么样呢 But getting close to a black hole can be incredibly dangerous A painful death by spaghettification awaits you Because your feet are closer to the black hole than your head They feel a stronger pull of gravity enough to pull you apart As you descend it gets worse The pulling gets stronger Your body squeezed thinner and straighter Until you've been reduced to a thin stream of hot plasma gobbled up in one final slurp never to be seen again 目前可信度最高的说法 是因为黑洞内部重点 People worked every day for that 18 years for 12 hours straight with no brakes then they would have to have removed 5 tons of rock every hour This is 10,000 pounds of rock every hour In reality such a feat is not even possible today 当今科技都不一定做 得到何况是史前的古硬度 更怪的是 挖着出来的石块也统统不见了 神庙洞口更具传能够通到地理密室 里头还有七位坐在金属宝座 漂浮在空中的神秘本木 So you have to wonder Is this some kind of ancient city many thousands of years old that was one some kind of extraterrestrial base 从古到今 未兴之迷科学加一就难解 不管如何想象推测 都只是冰山一角所知有限 Omany Padme Hum Omany Padme Hum 男女老少排排站举起双手 一边像唱诗般引勇咒语 The mighty father 像在注入某种力量 一只手手掌往前贴近蓝色小箱子 另一只手比类似OK的手势 每个人都要轮流作一遍 We pray that your mighty power may fall upon the world 紧闭双眼用夸张的语调念出导文 如同巫术般的仪式 就在英国西南部一个小乡间进行 只是这些信徒口中称的神并配耶稣 而是外星人 The system is about invoking spiritual energy and sending it out to help people But we do it in cooperation with being from other planets Right So aliens If you like Yes 小惠人戴眼睛 外星物种的存在 他们深信不疑 在英国这群自称是一些瑞洛斯协会的教徒 以一种非常虔诚严肃的态度 看待外星人 甚至是他们为神举凡耶稣佛陀佛老子老子 都是外星人派来的死者目的是要传播思想 改造地球人 1955年创立的伊西瑞洛斯协会教主是他 1919年出生在纽西兰的乔治金恩 从年后飘洋过海到英国打工 平日闲暇无事就练习瑜伽 很冥想他生生某天打坐时 有位来自金星 叫做伊西瑞洛斯的宇宙大师 透过一念看他对话 并且选他当作星际议会的发言人 乔治金恩女士开始扩大信徒 还在节目专访中 当场表演所谓的外星人附体传话 戴上类似挖镜的眼镜 金恩沉默几秒 像呼吸困难一样传了两三口气然后 我是伊西瑞洛斯 这段电视访谈成功让金恩一举打响知名度 为了拯救人类 他定期号召信徒举办祈祷仪式 类似电池装置的蓝色小箱子 号称人将信徒们能念力 发射到宇宙 外星人们在操纵他改变地球 所谓的祷告仪式 看来多少有点荒诞 但伊瑞洛斯协会的传教活动没有因为 金恩事实而中断全球一千多位教徒 英国以外 美国加拿大 甚至到非洲国家都有 教育宗旨到底是怪力乱神 又或真有根据性与不幸权在个人 美幅作品主角都是外星人 这是美国艺术家大卫霍金斯的画室 那是个小男孩 害外星人的奇遇彭扶科幻故事 但74岁的霍金斯却说 这是他的亲身经历 8岁被外星人绑架 17岁甚至被外星女破除 霍金斯回忆起当时他在树林里散步 看见一个坐在树下的女子站起来 朝他走过来生理反应 瞬间被唤醒的霍金斯 躺在地上不久后就昏了过去 有这些人吗 是的 霍金斯说外星女的名字叫星月 他有着与人类不同的长支架大眼睛 脸色苍白但身材较好 霍金斯也不会言 星月不是他唯一发生过关系的外星女人 霍金斯说自己还有外星女性 一共产下60多个混血后代 正在银河系快乐生活 外星人究竟存不存在 向来保命的美国国防部最近首度松口 承认曾在2007年到2012年 赤支折合新台币生死三亿 秘密研究其中一段珍贵 画面根柱曝光 白色椭圆形飞行物 顶住每小时近200公里的强峰飞行 这是2004年代黄蜂战机 在加州圣地雅各外海拍摄的影片 目击这一幕的飞观浮沃尔 更说神秘飞行物能在60秒 那瞬间移动64公里 速度狂胜RF-18 这段影片后来被归档进国防部 当作研究素材 其实不只美国各地 都有人声称目睹幽扑中机 日前墨西哥强震后 天空竟然出现了 绿色胶质的神秘闪光 有网友就说 这是外星霸主降临前的讯号 大夜空则是出现奇异火光 有目击者怀疑 这是幽浮爆炸后 散射出的碎片 宇宙空间浩瀚无边 谁也很难否认外星人的存在 对好多大朋友还有小朋友的人 乃说迪士尼就像是个梦幻天堂 不过这样温馨的地方 其实也有着不少的 鬼遇传说 哦 有人就在知名的 游乐设施太空山里面 拍到了一个半透明的影子 他就这样跟住游客 一起坐上了饮消飞车 而且不只游客 就连迪士尼的员工 也常常会看到 这个透明的人影 他们还替他取了 一个单程先生的外号 这个意思就是 只有看过他上车却 从来没看过他走下车而除了 这个单程先生之外 在乐园里面还隐藏着哪些 惊悚的秘密呢 我们带你一起来看 迪士尼乐园是个 充满欢乐的地方 每年吸引无数大小朋友来 这个梦幻原地 但最有名的游戏 非要太空山 却被拍到诡异画面 却有一个雾蒙蒙影子 也跟住上车 据说这个不明物体 常常会耐心排队 但车子回到原点 就不见他的中继因此背 逆冲为Mr.One Way单程先生 但迪士尼乐园 不只单程先生有知名度 驾驶先生专注地看住前方突然 间他的后方出现一个影子 再看一次慢动作 似乎是个女孩身影 另外一次知情时 也被拍到理他 不远处的座位 已有个模糊雾影 这些被迪士尼监视器拍摄的 不明物体有意不伤人 不害人 工作人员也不以为 但有时难免会吓到客人 在绚烂的烟火秀中 有民众发现 城堡上占了个灰色人影 四字清楚 但没有头部 以这样的拍摄距离 看得到人影 食物一定相当大 可是白天看城堡城墙上 却什么也没有 但民众拍到的灰色人影 究竟是什么呢 不管是什么 总之没有人能提供解释 这栋位在菲律宾的废弃建筑 全身是当地知名饭店 即使建筑已经斑驳 人可感受到他昔日风华 一名少女在此自拍 赫兰出现不明身影 一个劈头散发 黑影就站在不远处的 大家帮我按赞订阅 开小铃铛谢谢 感谢收看 下次再见